今天来到这个 直水河的金螺港地段 由于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河 和一个小河交界的地方 所以一般这交界的地方呢 这鱼都挺多 到这里钓鱼也能钓这个峭嘴啊 鞭鱼啊 鲫鱼啊 有时候能钓的草 还能钓的莲庸 今天我就在这钓一下莲庸看看 我们还是来开一下这个 金板符的莲庸 最近用这个 用圣影的 二水比稍微少一点 这个1比0.6 0.7就可以了 这由于天气凉 稍微多放一会儿 放个五分钟 由于这个暗 我们选的这个位置 下面大概有两三米高 但今天调漂的时候 我先会调得高一点 为什么调高一点呢 因为像这种野位置钓鱼的话 前期的耳的那个窝料 要求的量挺大 所以我前面可能耳鱼上的挺大 等那个鱼 来了多了以后呢 我再把它调低一点 然后我再来把耳鱼团一下 哎 这个耳鱼可以 就现在 这 这就像那个软棉花样 只要一开出来 拿着手上像个软棉花样 这状态就蛮好 我希望这个半盒子能够在这里能够掉个五六条六七条 由于这里这个岸泥水很高 抛干很方便 所以我就用到二号漂就行了 我刚开始大概从两米二两米三的位置 不到两米五这个深度开始掉起 因为现在天冷了 这个钓得太浅了不行 所以稍微钓深一点 也是20到30秒左右 要抽一干 锅子也赶鱼了 因为我们在钓连翁的过程中 这个耳在雾化的时候 它会有小鱼进来 所以小鱼进来以后 它会有那些大翘嘴啊 赶鱼啊 进来抢着吃这个小鱼 所以刚才扶拍旁边一个鱼 一抢 吓一跳 哎 屋子像有鱼啊 扶飘在下沉的过程中 它挺了一下 就像被什么东西积了一下 顶了一下那个感觉 所以我感觉到屋子里面好像来鱼了 哎呀 敲贼 鱼 哎呀 在钓连翁 钓着半水 钓个小鱼 钓鱼 咦 好小的口啊 小链子 这吵个鱼就飞劲了 让我过来引走 所以说这鱼口小着 本来它就是链子 链子嘴巴就小一些 然后它在鱼又个体又不大 一两斤多 它肯定口就小 这太小了我不想照相 太小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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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链子 哇 这个颜色漂亮 哎呀 你搞得起来吗 终于掉到一条像样一点的 金黄金黄的 可以拍个照 喝个饮 别人餐馆说江连江连是不是指这个 这个鱼它不是一下去吃了个三耳 很快就吃 它有一点谨慎 它需要这个耳稍微黏一点 让它在下面待的时间长一点 它才吃 所以把耳料把它软一点 让它上的时间 雾化时间延长一点之后 就来了两口钓两条 哎呀 稳住 稳住 它一顶着一下 这个鱼肯定要大一些 嗯 花的 穿花瓜子的 哎呀 再被别人钓过的这条鱼 这条鱼肯定是别人钓的时候力量太大 把嘴唇拿脱过来 因为莲庸在上嘴唇那里有一个薄薄的 看这个有一层 刺激啊 这里钓鱼 哎 花花 哎呀 这条鱼 金得金得 江年江年 正宗的江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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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手了 哎呦 这 上嘴唇好得很了 江年正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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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跑了 哎呦 哎呀 好过瘾啊 现在这个鱼啊 它不是一下去就雾化的那个吃 它是要等一下 所以把耳料就上来软黏一点 突然感觉屋子没鱼了 那个走水一停 它反而没有鱼 虽然我旁边那个死屋的小鸠蜜太狠了 哈哈哈哈 这还鱼掉的时候看到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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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莲庸吧 是的 它好的时候啊 你这打碗呢 它也在 明显就证明爱吃啊 这个耳料味道真可以 连着三个顿口 噔噔噔 真吃嘴 这像个鸡鱼似的 你还在拍真是难看 刚才旁边那个粉丝说 这里面钓去那个金色那个胖头鱼啊 就是煮这个汤 什么方言讲就是 连鸡巴 连鸡巴的意思就是连嘴巴 这个汤啊 浓稠的连嘴巴 这一口 是不金色的 这是关键 华语 金色的才是好的 劲大的这鱼 好大劲啊 好 这上水旋看到没 下沟 哎呀 真宗的江脸啊 这道场馆呢太贵了 来看一下鱼货啊 这个金色的连鸣 现在钓了三个多小时 这有几条六条 来这里看这 哎呀这里 好啊 正宗的江脸 正宗拿一条剩下的你送给别人啊 来来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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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这个又在这 来 拿着拿着 来来来来不要紧不要紧 来老师 不好意思啊 这个都太软了 谢谢你啊 还有谁 我 哈哈 谁拿一包 谁拿一包 来来来来来 那边的温柔 对面的我们拿个抛杆给你打过去 哈哈 对 对 今天我在这个东江 听说还有那个大鲤鱼 今天我就来钓一下大鲤鱼 目标希望能钓到十斤的大鲤鱼 今天用的杆子是7米2的浪尖3号 主线是4号的 子线是2.5 钩子用的是9号的这个黑根鲤鱼 由于在这个自然水鱼里面 我们要避开这个小鱼 钓大一点的鱼 所以耳料我一般都是这样捏上去的 让它稍微硬一点 如果你搓得太软了 一下去就被这个小鱼吃光了 自然的野生水域满了这种小鱼 小鲫鱼 翘嘴蓝刀 这个小螺飞 就包括这些都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调一些比较好的信号打 下去就要小心哈 由于这个水走得很快 所以浮瓢要调的很高 浮瓢调的不高一会就走没了 由于杂鱼比较多 所以这个耳料我就上的 比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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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讲话 另外一个耳还没散 另外一个耳还没散 看到没有 我一开完我就说这个它肯定爱吃肯定爱吃 哇这水深鱼劲大了 真大这么硬的竿子顶着半天 哇 啊 哇 哇 草进去跑就是 哎 东江真是个好地方 好肥 好肥 很被弹肥的 哎呀 哎呀 这条好大 第一竿下去的时候啊 这里面很多那个小杂鱼 这个扶标总在小洞小洞 我就把耳链上得很硬 上得很硬 那个小洞子就不管 突然来了一个好口一打 种小鱼 鲤鱼 结果另外一个耳还没散 上得怎么紧紧 挖着你们看一眼这 紧不紧 他就小鱼他吃的时候一下子吃不掉啊 但是他带到水里 他一会儿就张开了大鱼 这一口 这小杂鱼小羊我们都不打 打了要么就是空 要么就钓个小鱼 那么的小洞子我没打 就等着一口 哎呀哎呀哎呀 踢着腰线 你看几红这个 下面两米深的看着像鱼啊 哇还有这腰线 好大呀 啊好贵呢 这个颜色是吧 鲜的这个颜色跟那个红不一样 然后你先放鱼 这个撞鱼 这个撞鱼 好贵呢 十几口小口我没管的 然后砰 一个盾口一打 中了 有的人钓鱼啊 老子问调几目调几目 其实这个你太关注这个调漂啊 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其实野钓里面要关注的几点 就是第一你这个钓位有没有鱼 第二你窝子有没有做好 第三你的耳料是不是野钓的耳 这是关注是关键的 就是调漂你调多一点少一点 高一点低一点 根本就没有关系 那个野生的鱼 它一来就是一口 如果你把心思放到那个漂上面出来 那你就分散精力了 所以你没钓的鱼的时候 你总是愿意扶不漂 其实根本跟它没有关系 那你是耳的位置啊等等有问题 耳不对 一万块钱一只的漂捏得空 耳要是对 二十块钱一只浮标也能钓上雨 一只小洞都不停了 一只小狗 嘶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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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啦呀呀呀呀呀呀 added 哇 哎呦,拔河了 子 pleasures切了 哎呦,拔河了 哇 human 毛的有尾巴 有 哎呀怎么这么大劲呢 感觉位置不对似的 感觉掉的位置不对似的 我说了吧这 这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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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应该是 垫之类的蹦蹦蹦 马过的你看这 这叫它爽不爽 想一想往上吻 往上吻 往上吻还在符合的档子里面找小鲤鱼 你在这里钓的三斤呢 嫌小 好像又不是八斤的 但是比刚才那个大 五斤不行吧 五斤那不行 颜值 这个是颜值的吗 真的 反正两米深都已经看到那个鱼什么颜值多大 这个不是的 哎呦 这个要线呢 它不是胖的 就是收的 这里鱼 就不能那个 真丑一点的 我上的这个耳也都印着 一个高中雨了 另外一个耳还没散 这就是野钓 野钓未来避开小杂鱼 你看到没有这 哎呀 要么来个胖的 要么就来个收的 还有好多伤 哎呀呀呀呀 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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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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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死人 大概钓了两三个小时 这里的鲤鱼还是挺好的 有那种红的 还有那种金色的 像胭脂鱼 一样的那个颜色的 有点重啊 有点重 哇你看跑了几块 你看看看看 哈哈哈